皮膚變比較白 Fankle的 你沒有看過 可是 這真的有效嗎 這有用 這超有用的 你有吃嗎 有 有 我真的超黑的欸 好啦 這真的有用啦 好啦 相信好不好 你剛剛不是說有哪一個沒有穿 內衣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剛剛我去看我一個Model 他沒有穿內衣啊 哪一個哪一個 欸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但是我外Model是不是常常都 就直接 可是找我們台灣應該沒有辦法吧 可是我剛剛看到那個 那一個Model是哪一個 很奇怪 我不是在哪裡欸 可芳 嘿 我剛剛挑了這兩本 你看一下哪一本比較適合你 可是你上次給我的還沒看完欸 還沒看完 嗯 嗯 我上次給你那一本已經是半年前了欸 嗯 嗯 你還沒有看完 還沒啊 你這樣來得及嗎 你這樣來得及嗎 我明天就要去了欸 那我第三年就要當售事師傅 我第五年就要開店 那你呢 那你現在日文這麼破 你好好學的話 你第二年就可以開始找工作了欸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去日本呢 那我不要去可以了吧 欸 你是他男朋友欸 又不是老賽老闆的 你明知道他自尊心很強 幹嘛還在那麼多人面前罵他 我沒有罵他 只是他每次做事情都沒有計畫 就提醒他嘛 去日本是你的計畫 不是他的欸 什麼意思 他想跟你說 那如果說他不想去呢 去理會 就要上去 來 vers本 好 我以為欸 做甚麼 你做錯了 我不知道 我就這樣了 那他不是 Você 可放 我一向都喜歡喝茶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覺得很呆板 很無趣的那種人 才會喜歡喝茶 其實我常常在猜 你是不是覺得我是個很無聊的人 然後跟我在一起 就很不開心 然後壓力又很大 我沒有那樣想 我覺得你很棒啊 做事很有想法 也很努力 也不會魯莽 反而我覺得自己在你旁邊 很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我怕我自己幫不到你的忙 我怕你不需要我 我很需要你啊 只是 我是一個個性很拘謹的人 可是你又是充滿活力的那種人 我的生活一向都很緊張 可是你又都很勇敢 我的生活很死板 可是 你又是那種 每天都會有一些性想法的人 我真的很需要你 我真的很需要你 只是可能你從來都不覺得 而且我很擔心 你根本就不想和我一起去日本 我很怕我們就這樣結束 你 幹嘛這樣想啊 我答應你 我會乖乖讀華日文 跟你一起去日本 這樣才能當你收支店的老闆娘啊 好嗎 就算你了 我愛你 好嗎 我愛你 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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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